在台湾陆委会周四召开例行记者会 针对大陆国台办周三警表示 李明哲涉及从事危害大陆国家安全活动 并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 如此处理方式已经引起两岸人民质疑 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表示 陆委会指出海基会日前以三次致函海协会 在现有沟通机制下要求对方通报 但迄今仍未回复 陆委会要求尽速安排家属与律师探视 将由陆委会及海基会陪同家属 进行人道探视及转交药品 海基会也证实李明哲是台湾第一位NGO身份 遭对岸拘禁的人员 台湾的风传媒披露 李明哲出身外省家庭 父亲是身份颇敏感的中科院高级科技军官 李明哲曾是立场偏同派的新党青年军 转为民进党工 但是仍心系大陆民主发展 曾经担任外省台湾人协会秘书长黄洛斐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 李明哲在外台会一直都是很外围的人 离开民进党后更是淡出台独圈 投入的文山区社大是个非常台北的社团 不会挑台独色彩浓厚的人进学校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社评也点出 如果理论乱抓人这件事 现在最该被指责的应该是台湾方面 在近日被捕的北京间谍中 包括一名刚在台湾学校毕业的陆生 与李明哲比起来 那名陆生显然更难让人与间谍联想在一起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社评标题点出 接下来怎么调查审理李明哲案 已经完全处于大陆司法程序中 陆委会透露 为了李明哲长期利益 家属有计划聘请中国大陆当地律师 陆委会与海基会也会提供必要协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